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短讲 讲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有人把唐从龙牧师讲论香港一个问题的问题解答 放到YouTube上面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关注 那这些人没有把这个唐从龙讲了很多很多的道 他讲了很多,讲了以佛所书,也讲过罗马书 也讲过这个约翰福音这些等等 唐从龙牧师讲了很多道 但是这些人只把这个 他讲香港问题的问题解答 截了一段就放在这个YouTube上面,受了很多人的欢迎 为什么受欢迎呢?不是说唐牧师的道受欢迎 而是说这些人觉得唐牧师的名望,这些声望等等 他讲香港问题,刚好合他们的口味,合他们的意思 他们就把这段video放在YouTube上面,很多人都看 那唐牧师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讲说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人人当顺服他 这是罗马书13章所讲的 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你现在这个政权是神的仆人,对不对? 是神的旨意所产生的 那将来下一个政权,如果是推翻前一个政权 他以前我在大概两年多前听过他的一个录影 然后他就讲说是,比如说用孙中山先生举例,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 所以满清以前是在上掌权的,但是孙中山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 后来是后面再上掌权的 所以孙中山可以不用顺服满清 他这个答案我是接受的 但是香港问题我们能不能这样用呢? 就是另外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尚且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否说 要把香港的政权交到谁的手里 是继续留在中国的手里还是怎么样? 我们都不晓得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贸然的使用这个道理去套在上面 我觉得是欠妥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就算将来有新的政权要推翻旧的政权 但是神有没有叫你去做这个事情? 还是说我们大多数人就是还是在顺服 当旧政权在的时候我们顺服旧政权 当新政权的时候起来 我们顺服新政权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罗马书13章还是讲顺服 现在的政权统治 我们顺服现在的政权 当新的政权起来统治 我们要顺服新的政权 这是很常见 就是common sense 大家一个常识 像美国常常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政党轮替 一个政党起来可能四年可能八年 就换个另外一个政党执政了 所以我们人民有的时候说民主党执政 那民主党的政策我们要支持 如果共和党执政 共和党 那我们就要支持共和党 像台湾现在也好像像这个样子 蓝的执政或绿的执政 你都要顺服 你不能说我就是支持蓝的 对不对 现在绿的执政 好了我现在看到蓝的已经要推翻 那我绿的政权我就不予予以尊重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是兴起某些人把政权轮替 可是不是叫你啊 你在政权底下 你还是要顺服政权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才对 你们看 就是说圣经里有例子 就是扫罗王跟大卫 是不是 神叫撒摩尔高了大卫 而到大卫实实在在做王的时候 中间可能相差有25年之久 25年 那在这个期间 是不是 神的心力已经高了大卫做王 那你扫罗 全国人民都不要尊重他就好 这个25年都通通不要当他做王 没有这样的事 甚至大卫本身呢 他也说我不能加害于这个神的 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对扫罗一直都是很尊重 直到他死了以后 他甚至死的时候 他甚至杀了那个报信的人 因为那个报信的人是帮助扫罗王自杀 所以大卫甚至杀那个报信人 是我们要看这样一个事情 当唐崇隆牧师在讲香港问题上的时候 他用了这个解释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很坎间的事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唐崇隆牧师 圣经非常非常的熟 他在后面的时候 他误把罗马书13章讲成14章 我相信这里面 这很奇妙 这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他对圣经非常的熟 我相信这里面就有神的旨意 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不适合在用在香港上面 那我们另外看一些香港 现在的状况 香港有一些示威者抗议者 现在出来找工作 找工作 然后他就说什么工作都愿意干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 然后他现在什么都愿意干 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些人就是替他们祈祷 被打伤了 祈祷康复 工作没有替他祈祷找工作 那问题又来了 那我们看到香港很多小业主 他们半生的积蓄经营人家店面 成立一个铺面什么的 现在他们做一个生意 这是花他们半辈子积蓄 他们铺面被砸了 他们生意倒闭了 你知道现在香港有多少小业主倒闭吗 很多很多 那这些人祷告上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怎么办呢 这边有这边的祷告 那边有这边的祷告 你要知道上帝一定是公义 神一定是公义 所以我看这个事情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这话已经在那里 罗马书13章讲说 你这抗拒在上掌权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神的命就是自取刑罚 所以如果说他们现在有些示威抗议者 有所亏损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们 反正这个话都已经说过了 好吧我想今天的这个 有关香港问题的短讲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还是在读圣经的时候 要好好的深深的思考去探究神的本意 而且圣经上讲的话是一定成就的 我们不要觉得侥幸 不要觉得说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上的话 随意我的意思解释 这不是圣经教我们的道理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好我们今天这个短讲就到这边结束 因为上帝赐福你们 记得还要收看我的解经哦